這是宋仲基劈腿小三正面曝光 身份起底是宋慧喬的閨蜜 造型師 造型師 然後這個造型師 在他們的婚禮的時候 造型師也在 造型師就是在幫宋慧喬化妝的 阿德你要小心 因為你每天都跟造型師在一起 我跟他們交惡 常常交惡 我覺得造型師化妝師 沒有瓦斯都圍在你身邊 你要小心 造型師在幫你換衣服 你要小心 我門鎖得很緊張 好 那經文是說 婚變傳很久了 甚至有人爆料宋仲基劈腿 女方的閨蜜化妝師 女方的照片也被網友曝光了 引起了一陣熱烈的討論 不過真實性仍有待商榷 那什麼時候偷吃呢 說三月有人就說 宋仲基偷吃了三月份 那而且開始冷淡疏遠 宋慧喬 所以導致兩個人感情破裂 那麼這一位閨蜜 還擔任雙宋 就宋仲基跟宋慧喬的婚禮的造型 跟宋慧喬感情非常好 大概被指示介入兩人婚姻的小三 在當時引發不小的風波 那目前對這個所謂的小三 雙宋還沒有回應 雙宋還沒有 真實性還有待商榷 可是也沒有否認 沒有回應也沒有否認 好 那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宋慧喬 這是宋慧喬 這一位就是據傳的這個造型師 也就是宋慧喬的閨蜜 因為他們說 就兩個人好到就是這樣拍照的 那阿德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老公劈腿而離婚的 這件事情來上 我不是指他們 我是指這樣的狀況來講 我覺得女生在這個時候 都其實就是很複雜 因為想到說 自己是不是哪裡有沒有做好 還可以再努力的 然後一方面又要把這種氣氛 怎麼壓下來 然後又要想說 我要怎麼去跟對方應對 由於是藝人 還要想說跟怎麼外界應對 我覺得這個時候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混亂 那我覺得說 你看有時候 有些小三會講就是說 就是我跟他們兩個就是不合嘛 然後我也沒有要他的人 我也沒有要他的什麼嘛 然後我只是 就是我們有緣分在一起嘛 就是把這個事情講得好像很輕鬆 但是你都沒有想到說 為什麼就是大家那麼 反對有小三的介入 是因為就是在那個時候 大老婆要去面對這個時候的狀況 不是一般很難承受的 而且如果不小心承受的不好 你還不知道會有加倍的傷害性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大家要抵制的 不是因為外遇有多了不起 其實外遇就把這個男人踢掉就好了 對不對 就是重點是來講說 你不要讓自己陷到一個就是說 我還是要回去保護好我原來的角色 然後我擁有的東西 我一個都不要放掉 然後這個你不要放掉 你累積的怨氣就加病又反撥到你身上 不要再走這一條路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就是遇到外遇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我現在想一想說如果有一個婚姻 就是不要去追求忠贈 我覺得會不會對女性 或是對比較忠贈的人比較有利 不追求忠贈的時候不追求伴侶的忠贈 還是不追求伴侶的忠贈 因為你去期待別人這麼 就是這麼高標準的東西 沒有做到你會很痛苦 然後就算你做到你得到的話 你也不會覺得特別幸福 你只是覺得你應得的了 就是我們把自己定在這個標準 其實對自己很不利 不追求伴侶的忠贈的意思就是說 那伴侶不忠贈的時候 會比較好受嗎還是 一定會比較好受 因為我對你沒有這個要求 沒有那麼期待 我就不會受到那麼大的傷害 就是說不要去期待 就是另外一半 外遇的原因是在這裡 不是說就放著它去玩 其實你是越管 沒有方法去管 去執著 其實這是更容易有外遇化 其實因為你追求伴侶重貞 也不一定能 對 我覺得說這個機制就是要保護自己 因為我們是要去追求幸福的 我們就知道幸福既然是那麼難得 你就想一想說 幸福就是只能有收穫 不能去掌握 什麼叫收穫就是說 好的時候我們就好好感謝 好好吸收 好好享受 不好的話再有耐心再去製造 或是幹嘛 而不是說我時時刻刻都要滿分 是 因為這樣人不切實際的婚姻 這樣的一個觀念 才是導致就是說 別人出事變成我在受害 別人外遇我在受傷 對 最新的統計是台灣 一年的離婚是五萬四千四百對 一年離婚五萬四千四百對 也就是說太多人離婚了 而且當然這不一定都敢 這次還是離成的數字喔 可能有一大群是想離離不成的喔 對 或是不知道要不要離的喔 嗯 有道理有道理 那阿德所以你不追求伴侶的重生 假定你太太有外遇 嗯 那你會怎麼做 就是因為我不追求嘛 所以我突然就覺得 欸 好耶 做得好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沒有追求 就像說 有些人就是很在乎說 老婆晚上出去跟人家 朋友 同事去唱歌幹什麼 有些人就不在乎 不在乎知道老婆去 不會怎樣啊 是在乎的會抓狂 所以我對我來講 如果她有外遇對不對 就兩個事情嘛 就兩種高薪 第一種就是說 哇 很幸福喔 很好 因為我很愛你嘛 所以我覺得說 你這個幸福很好嘛 然後第二個是說 嗯 我可以要禮物囉 因為你做錯事了嘛 我就可以跟你要禮物啊 就是 你任何事情 別人做了什麼 不應該自己去承擔這個風險 那老婆如果真有外遇 而你覺得 她是在追求她的幸福 你會放手嗎 我一定會放手啊 嗯 因為那時候我放手的話 我價值就升高了 嗯 我這樣的心情 我比較容易出去再找別人 嗯 還是說你剛剛 不追求伴侶的忠貞 是在為自己開 開一條路 幫自己鋪路 就是文英講那麼久 又不是今天才講的 哈哈 就是我覺得說 我們常常去追求忠貞 這件事情其實 都不是在追求忠貞 是要限制人家 有沒有怪怪的 啊這樣的心態 你不好過 人家也不會高興 哦 провер的